槍戟案發前的五分鐘 當時舞台上連勝文 右手握著立委林德福的手 旁邊才是造勢晚會主角陳紅元 三個人在主持人帶動下高舉雙手 把晚會氣氛帶到最高潮 喊完口號的下一秒 連勝文突然和陳紅元交換站的位置 從放大畫面研判 應該是要讓主角人站在舞台正中央 才臨時做的決定 沒想到槍手馬面就在這一刻上台行凶 就是這個換位置的動作 讓檢察官在就訓連勝文後 提出已經掌握最新證據的說法 檢方認定馬面其實是衝著陳紅元來的 因為就在29號深夜 約談陳紅元父子時已經釐清案情 但約談行動並不順利 檢察官連續約了三次都沒有到 對方理由是有媒體包圍 檢方立刻指派霞區永和警分局負責接送 一波三折才完成約談程序 讓檢方不禁懷疑陳家沒說實話 而且可能已經串貢 而且檢方還透露 就訓連勝文比對雙方公辭後 有了重大突破 原來馬面衝上台的那一刻 有沒有喊連勝文的名字已經不重要 檢察官認定對案情沒有幫助 檢方表示根據所有證人的口口和激證都顯示 馬面的目標是陳家父子 連勝文只是無辜的第三者 檢察官從畫面著手在鞏固市政 一步一步抽絲剝繭 逐漸拼湊出槍擊案的事實真相 中天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到底是誤殺還是臨時改殺 如果檢察官認為是誤殺的話 剛剛我們看了這個關鍵引帶 可能是他們判斷的依據 就是在馬面要衝上台之前呢 陳紅元跟連勝文正巧換了一個位子 兩個人正好交換位子 是不是馬面在台下面所看到 比較瞄準的陳紅元的位子 等他衝上台的時候 已經換成是連勝文在站 最中間的這個位子 這是可能檢察官 如果認為是誤殺的話 一個非常關鍵的引帶 而整個事情呢 偵辦到今天第八天呢 民進黨認為說案情非常不單純 民進黨立委李俊逸透露說 檢察總長閻大和跟他說 閻大和說我的層級不夠 沒有辦法掌握完整的案情 李俊逸說呢 這個案子已經有高層介入 連勝文槍擊案到底有沒有藏進人 律立委一段話說的懸疑又曖昧 整個事件到底什麼時候會偵破 那現在到底碰到什麼樣的障礙 高檢署的檢察長竟然說他的層級不夠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不單純 似乎是有非常非常高的高層啊 在做在下指導期 拿高檢署檢察長發言 當作抓到政治想像延伸的把柄 但還原兩人對話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 江以華部長 今天證實啊說確實有人要警方不要公佈 嫌犯的說辭 這個有人是不是你 我不曉得 我層級還沒那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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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你層級高的人 因為我不曉得有這件事情啊 我層級還沒那麼高 所以比你層級高的人 推演出背後還有非常高層 政治解讀當證據 說者有沒有異很難確定 但聽者肯定很有形 專訊的劉兵環分採訪報導 李俊玉似乎暗示說 案情非常不單純 因為已經有高層介入了 這是政治操作嗎 民進黨今天呢也要求說 要在一兩天之內 公開說明案件偵辦的相關內容 及最新的進度 這是繼民進黨不斷的質疑說 整個案件的偵辦 是不是有遇到障礙 是不是有什麼外力的進度 介入之後他要求呢 兩天之內要公佈案件的真相 這個速度似乎是有一點點快 有沒有可能在兩天之內公佈 李俊玉伯 你這個公佈看你那個 你只要運氣兩天內能弄清楚 你當然兩天內公佈了 如果你不能那怎麼可以這個呢 那你今天就說這個 今天你叫的那個袁大和 袁大和他又不是 那個地院的這個檢察長 他不能管這個職業 那你說大案子 他又不是這個 又不是最高檢察長 對不對 他當然這個層級 那個層級一個是不夠大 一個是不夠小 對不對 但是李俊玉我覺得這個案子 你這個歹徒是不是誤殺 是不是誤判 那我希望說這個 政治人物不要誤導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你不要亂誤導 你那個問法不然是誘導 而且是誤導 所以很那個 那對於剛剛那個講說 那個DNA DNA你不能夠抓出 一定抓出這個第三人是誰 但是DNA可以驗證 就是說交給他槍的 是不是那個人 他假如馬面運講出來的話 那一驗DNA 那這可以證明 他是可以證明的 那另外就是說現在檢察官呢 假如說這個東西 朝誤殺的方向呢 那我是覺得檢察官 要注意到兩個 一個到底是課題錯誤 還是打擊錯誤 看現在檢察官一直往 打擊錯誤去弄 所以他是要打成功員 然後打錯了 打到這個槍走偏了 換了位置就打到這個 不過我想這個 我們也不一定 那個袋子會講話 因為那個引袋當時是有嘛 他換了一個位置 那你是不是打他 那假如說照原先講的是 手有把這個 把這個顏勝文的頭抓著 那你就根本不可能打擊錯誤 他就是你要打擊的對象嘛 但是如果說 那個也是一個誤傳的話 那這個東西當然也有可能 他只是衝上去就開槍 他衝上去開槍 讓你整個人 人在那個時候換一個位置 可是這個情況 我想要看整個引袋 光是看那個是沒有辦法 但是我是覺得說 你讓檢警有一段時間 他越快叫他逼他 反而不能查完全 所以你讓他就是說 而且這個案子不會很難查 不會像那個319槍擊案嘛 你兇手引袋什麼東西 通通在嘛 所以你這個查 應該是不太困難了 但是最重要還是一個 真正的這個成家 他是最知道真相的 所以成家最好是毫無隱瞞 還有這個 這個中間人 就是中間知道這個案情 這個代表 他兩個人能夠 來把這個事情講清楚了 大老為什麼民進黨 一方面要暗示說 這個有高層介入 有政治操作 一方面又說 你兩天內趕快告訴我 是不是他們已經有 掌握什麼線索 當然不是 我覺得今天就是 嚴大和跟李俊毅 兩個人之間的一問一答 其實都犯了 嚴遲上技術上的錯誤 嚴大和其實也不應該講說 我成績沒那麼高 他是問他說 是誰下令 不可以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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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然他層次已經很高了 但上面當然還有人 但是這跟他上面還有人無關 本來就是不能宣布的 每個人都 整個整個系統裡頭 不管他成績有多高 都知道的事情 你嚴大和不需要講說 我成績不夠高 這就引起李敬毅委員的幻想 政治性幻想 因為因為 因為綠營目前的心態 就是說我對你有高度的懷疑 我對我的信念 有高度的相信 這裡頭就有很多空間 可以製造故事 所以李敬毅說 這個就是有高層在下指導期 我這個講指導期 那要指導什麼 這個指導期這三個字就很生動 但是與事實不合 我覺得這個講起來就不通 那現在連民進黨這邊 我覺得說兩天內公佈案件 這是黨中央 是黨中央 林宥昌 是林宥昌 我覺得林宥昌當然代表黨中央 我覺得林宥昌這個講法是不好 而且也不太符合法治精神 什麼限制人家幾天怎麼樣 我一向都反對限期破案 我覺得限期破案 就是無形中給他一個壓力 我覺得一旦事情發生 大家都想破案 你限期有什麼用 你限期反而是無端的壓力 造成事情的扭曲 所以我說兩天內兩天內 我現在覺得民進黨的做法 就是要 就是過程中能夠干擾就干擾 製造大陰 製造一種玄彈的氣氛 我覺得這是修正的事情 還要製造疑雲重重 對… 我跟你亂 這才是政治操作 這是政治操作 現在這個操作已經沒有用了 不過我一直認為 民進黨在這個事件上 他從黨主席開始到他的立法委員 他們採取的一些做法或說法 截至目前為止 其實對這個黨都是負面的 本來這個事件本身 其實民進黨最聰明的做法 就是說他不要表示什麼意見 因為這個事件 我們討論了這麼多天 他其實事件本身就很怪 發展到今天 其實剛才主持人 也一直問好幾個來賓一個問題說 如果到最後真的是查誤殺也好啦 錯殺也好啦 這個臨時起義換人殺也好啦 這種方向藍營的支持者 或者是比較對連家人 有很強烈的感受跟同情的人 能不能接受 那這個本來其實就是一個 在處理這種案件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有的一種發展的方向 那也就是說 這個案子本身的複雜度 跟他出來的合理度 能不能讓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情況下 他本來就已經對現在的執政黨 先不要管說現在執政黨 他還是藍營在執政 就是說其實你遇到這種事件 對現在的執政黨 還有對於檢方警方 還有對於破案的壓力等等呢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壓力了 所以你民進黨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就讓事情來發展 讓事情來發展 比較塵埃落定的時候 你再出來針對你的政黨立場 做一個定調 可是你在這個過程中 本來是萊營的 這個執政的相關人士頭很痛 然後這個問題 到底陳鴻元家族怎麼樣 對連先生的家族來做交代的 也已經很煩惱 各式這樣的問題 可是民進黨有時候來窮繳獲 雖然他達到了剛才講的干擾的目的 可是他也讓大家會覺得說 你講話實在是太悄鬼 來亂耶 不只是來亂耶 而且因為他講的都不盡人情 所以他其實他本來對這件事情 不要說有沒有得分 可是他至少也不是失分的情況下 現在他這樣頻頻講錯話 他會失分的 比如說突醒哲很明顯失分 葉宜金講那個自導自演很明顯失分 現在這個李俊逸呢 又為了媒體曝光也來參與他 講說什麼高層下指導期 這個這樣下去的發展 他會一直失分的 這種的就是說問問題 或者說是質疑的方式 基本上符合目前政治板塊的 基本的期待 李俊逸如果不做這種表達的話 那他乾脆就不要講 如果他要公開講的話 他只有這樣的一個表達方式 要不然他一定會被他同集團給罵死 就是他的群眾會 會覺得說你怎麼可以講這些話 可是他這個演出 已經離突醒哲太遠了 你輸他很多了 當然純粹從李俊逸的表述上面來講 就是李俊逸的表述的方式 其實當他質疑說 這裡面有政治操作的時候 李俊逸的表述本身就是個政治操作 其實絕大部分高度政治性的案件 我覺得大部分人不管你是藍的綠的 我們在面對有高度政治性的案件的時候 都要有一個基本的態度 就是我們當然都有案情不端純的懷疑 這個並不是壞事情 但是我們也都必須要最後案情 其實超乎我們想像的單純的準備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就是案情不單純這很好 因為開始我們懷疑不單純 才能夠抽絲剝險 把很多的就是說 就是可能性都排除掉 但是很可能案情最後 他真的很單純 那很單純說怎麼辦呢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勉為其難的 就是除非你能夠找到其他理由 要不然你就必須要接受這樣的部分 如果說這裡面有高層 有高層在下指導期 當然我們不知道李俊逸講話 是不是像阿扁一樣是有所本 那如果說他所謂的高層 到底是說是檢調的高層 檢調的高層 那嚴大河上面的 嚴大河層級最高的 那頂多就是檢查總長 黃世民嘛 那老實講 以一個檢查體系來講 黃世民去關心這件案子 黃世民指揮這個案子 合理啊 檢查體系本來就一條邊 要不要叫總長幹什麼呢 叫總長就是他要總其辰 要負責任 檢查總長本來就是一條邊的 所以他對於重大的案件來講 他介入去指揮 同時對這件事情盯得很緊 這是很合理的事情 如果你指的是說檢查總長有介入 沒關係也許黃世民根本就沒有 但是就算有那沒關係 黃世民大可以出來講說 是的 這件事情動見觀瞻 我當然要關心 但是如果他指的是說 是黃世民以外的 是政治的高層 那這個指控呢 就很敏感 就你除非能夠拿出具體的證據啦 否則不要寒沙攝影 意圖就是說製造那種混亂 因為理論上來講 如果真的有政治的高層 從一開始想去操作這種事情的話 根本就不會有當天晚上王卓軍的講話嘛 王卓軍的講話從藍軍了 之所以說群情沸騰 王卓軍怎麼會講出那些話呢 你怎麼會講出比絕大部分 案情的理解更前面的話呢 那個王卓軍的講話 基本上第二天被 親綠的媒體拿來大作文章 就很清楚知道 王卓軍似乎在當天已經被 對綠營來已經做了一些解套的動作了 如果真的有操作 會有人操作王卓軍去講那些蠢話嗎 不會嘛 王卓軍大概自己都覺得自己講了over了一點 雖然前後我們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檢調 特別是檢查體系來講 我覺得不妨破例 對於一些高度政治性的案件做一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即使是選後的 大家都還非常的關心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檢方的高層 不妨針對在野黨的領袖 做一些特別的報告 讓在野黨的領袖 你就去民進黨中央報告 對 就是說你不妨讓在野黨的領袖 當他們有高度懷疑的時候 讓他們就目前的案情 雖然不方便 偵查不公開 不方便對外透露 可是政治的高度敏感性 不管是軍事的外交的 或者類似這種的司法的案件 刑事案件 跟政黨是政治的平衡生態有關的 我覺得檢調必須要有些特別的安排 其實對立法院的黨團 來進行一個相關的報告 就是在閉門會議也是可行的 就是秘密會議嘛 對 一樣的意思 因為以前 可以把偵查進度做這個報告 對 閒利嗎 而且可以排除掉一些以而傳而 現在外面講的會聲會影的 包括我們剛剛質疑的這些部分 已經傳了好幾天 大家討論了好幾天 好像真的一樣 他們大可以在報告的 如果秘密會議的時候 把這些情況他們說 這都是錯的 這個在過去有一個例子 就是在那個軍售案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民進黨在執政的時候 當時我們算是在野黨的黨團 但是就軍售案這種非常高度的 跟國家安全攸關的議題呢 其實它相關的內容 是有來跟在野黨的黨團 來在大家都講好 可是那個案件跟這個是刑事案件 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你在一個引發大家很大的討論 然後跟國家未來的發展 有很大關係的案子呢 我倒是認同香榮的看法 我覺得不妨可以考慮 因為這個事件本身 它不是一個一般的社會治安案件 它是一個發生在選舉期間的 一個重大的事件 那因為你這個發生在選舉期間 其實對特別是從事政治工作的人 是很大的心理壓力 今天我才跟一些 經常也有去各地駐獎的朋友聚會 大家都說如果他是隨機的 準備好槍的隨機的 看說誰大咖就要去打誰的話 那真的很可怕 我們真的也要想一想說 以後誰敢沒事幹去 特別是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 跑到外地去駐獎 那就大家每個人都感覺風險很大 而且你不可能有那麼多什麼遠景隨護保護你 那是不可能的 因為一次台灣的選舉 那個場子之多 你要跑的地方 有些到很偏僻的鄉下地區 你這樣子大家每個人心理壓力 陰影真的好深喔 我提醒不管藍的綠的 當然在過去很長時間裡面 當自己在野的時候 所發生的高度政治性的案件 自己如果是受害者的時候 你都會有那種犯政治的質疑 可是這些質疑 畢竟台灣經過政黨輪替 你認真去想 所有在當時被高度懷疑 高度政治性的案件 在經過政黨輪替 自己從在野黨變成執政黨之後 沒有一個案子是翻盤的 不管是319 你來因執政的時候改變了什麼 你可以再從幾條調查 你可以再透過各種方式去瞭解證據 你改變了什麼 同樣的在民進黨在執政懷疑的 不管是尹金鋒命案等等 或者林宅血案 或者陳文誠的命案 你執政了之後 8年的時間 你調查出了什麼 你改變了什麼 你想要動搖國民 你到底動搖了什麼 後來有的時候你上來了之後 你可能透過自己的權力 陳水扁執政8年的時候 連調查局長都已經成為你的 我不要說是爪牙走勾好 基本上完全為你所所用 它到底改變了什麼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 8年的時間 你大概可以知道 我們遠遠不知道的事情 可是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很可能一開始 我們都認為說 這是不單純的 這絕對是一個政治的陰謀 是個政治的暗殺 可是那你執政的時候 你還是沒有辦法去證明說 那是個政治的暗殺 你只是不好意思說出說 我只好接受這是一個 一個很單純的事情 動機跟結果其實很單純 就只是我們想太多而已 所以政黨輪替很重要 先進行